2085年 死而复生已成为可能 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 成功将冷冻的尸体复活 并培养出仿生器官 植入他们体内 替代已经坏死的原生器官 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 虽然技术十分先进 但也存在弊端 复生人的肚脐上 需要永久连接一台机器 用于监测和调节机体的正常功能 而他们的身体机能 永远不可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防止出现不良反应 每天生活在一群科学家的监控中 与其说是复生人 更像是一直带研究的小白鼠 而这只小白鼠名叫马克 是全球第一位成功复活的人 70年前 年仅25岁的他就被诊断出咽喉癌晚期 即便积极配合治疗 最多也只能活一年 马克的父母都死于癌症 他很清楚抗癌治疗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最终还是会被病痛折磨得不似人形 所以马克做了个大胆又超前的决定 他要放弃治疗 在癌细胞进一步扩散前 结束自己的生命 并让专业的机构将遗体冷藏 待科技发达至足以治愈癌症后 再将自己复活过来 起初马克的女朋友并不同意 他认为在未来被复活 要么会活得像个原始人 无法融入正常社会 要么会成为被科学家研究的小白鼠 但马克心意已决 女朋友拗不过他 和亲友做了最后的告别后 马克服下毒药 在女朋友的怀里安然离世 而再次睁开双眼时 已经是70年后 他真的如愿被复活了 一群科学家围在身旁 询问他的感受 刚复活的马克非常虚弱 肚脐上还连接着长长的导管 需要几位护士搀扶 才能勉强站起来 每行走一步都非常艰难 科学家们却笑得很开心 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马克被安排住进了特殊病房内 有专门的护士24小时照看 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康复训练 由于马克复活后 丢失了所有的记忆 科学家特意为他送上一款 高科技思维读写器 他可以记录和读取人类的思维 并通过投影的方式展示出来 带上读写器的瞬间 马克前世的记忆 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 他看到了蓝天白云 童年往事 和亲朋好友在一起的美好瞬间 还有自己的女朋友 他上一生最爱的人 这一刻马克才真正有了死而复生的感觉 但接下来的生活 仍然无比艰难 护士正帮病人清洁身体 肚脐上长长的导管 已经说明病人的身份很不一般 他是全球第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虽然成功活了过来 但身体机能非常差 要靠科学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 如果没有护士帮忙 他甚至无法正常走出自己的病房 不仅如此 马克还丢失了全部记忆 只能通过一款高科技思维读写器 慢慢回忆上一辈子发生的事情 随着脑海中的记忆一点点苏醒 马克逐渐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无望 他无法踏出室外 无法享受阳光空气 每天活在科学家的监控下 仿佛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 也像一具没有思维的形式走肉 任人摆布 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后 主治医生维克托博士 从另一个围堵安慰他 称所有科学家都在陪伴他 他并不孤独 甚至还将马克比作 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复活第一百天时 科学家为他举行了派对 不仅准备了蛋糕 还有一盒礼物 盒子里装的是马克上一师的遗物 其中包括一封女朋友写给他的信 信中满满都是他对马克的思念之情 他每天都在等待 等待马克成功复活 有生之年能再次相见 直到50岁那年 女朋友也诊断出癌症 不久后便去世了 独霸信件马克内心感慨万分 当年自己得到了解托 免于癌症之苦 身边最亲近的人却陷入了 无尽的等待和痛苦中 他开始后悔当年的决定 也开始质疑现在活着的意义 但马克万万没想到的是 维克托博士也将女友的遗体冷藏了起来 还带着他去参观了冷冻仓库 博士表示理解马克的心情 承诺会将女友也复活 完成两人再次相见的心愿 直到这时 马克才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冷冻人 也绝不是唯一被复活的人 他向护士询问其他附生人的情况 护士却表示不清楚 为了解开心中的一团 在研究中心熄灯后 马克溜进监控室 偷走了监控储存卡 并插进了自己的思维毒血器中 一些恐怖的画面呈现在他眼前 女人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 躺在病床上 脸上写满了痛苦 隔壁床的男人 身体不受控制的弹跳 医生强行按下 但他还是摔到地上 嘴里吐出黄色不明液体 他们都是死亡后又再次复活的病人 但由于技术还不成熟 复活后病人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 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层出不去 最终因为无法治疗 痛苦地死去 在累积了无数经验后 才有了马克这个成功的作品 它是目前为止 唯一没有出现重大后遗症的附生人 但马克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虽然实验看上去对整个医学时有重要的意义 却有背于人伦道德 实验体都是鲜活的生命 更过分的是 维克托博士私自举行了发布会 以马克为例子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甚至打起了感情牌 表示下一步将复活马克的女朋友 成就一对跨世代的情侣 不能让两人的故事就此走到终点 以此吸引更多的投资 让研究可以进行下去 马克站在舞台上 犹如傀儡 但他深知 这样的实验不应该再继续 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不能让女朋友也承受一点 发布后结束后 马克找到维克托博士 表明已经知道了真相 而博士也坦白 自己对这样的结果很痛心 但如果没有前面的实验累积经验 马克也不可能被成功复活 他的身体机能 虽然永远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博士自认为已经倾尽所有 给到马克最好的生活条件 最后他警告马克不要越险 否则将失去一切 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上辈子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不断浮现在眼前 显然现在没有灵魂的火车 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马克不想继续当科学实验的小白鼠 不想成为博士和资本谈判的筹码 他要再次结束自己的生意 博士经不住他的央求 让他溜进药剂储存室 马克很快找到了毒药 并一隐而进 最后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 来到了女友的遗体前 将头轻轻靠在冷冻仓库前 缓缓闭上了双眼 但马克的死亡 意味着维克托博士团队的所有努力 都会复之东流 他能复活马克一次 就能复活第二次 就这样 马克再次苏醒过来 等待他的 将会是无尽的生理痛苦和实验责任 科技需要进步 但也需要守住道德底线 违背人的意志 利用独立的生命体不断操作实验 是不可取的 生命总有尽头 与其毫无意义的追求长生 倒不如在有限的时光中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